那我们来听听看杨阳阳 是不是又长大了 又有新的理解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杨阳阳 那你觉得男生跟女生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扎头发和穿裙子 扎头发和穿裙子就是女生 那娜娜姐姐今天没有扎头发 那她是女生吗 我是男生 我是女生 吴依说 我为什么是女生 娜娜姐姐的无敌恰恰找又来了 你再说我是男生 因为那是 你刚才扎了一下头发 我就变女生了 扎了头发 因为化妆的时候 没有扎头发 我没看到 没有 因为化妆的时候 化妆师把我的头发别上去了 换那个流汗 那这无心是男生还是女生 是男生 女生 你看就是 女生 因为我有辫子是吗 那为什么女生要穿裙子呢 杨阳阳 为什么女生要穿裙子 要我要漂亮一点啊 可是我穿了裙子 但是没扎头发呢 那还是男生 无敌恰恰 不能这么去看 这个问题之后吧 无敌恰恰 无敌恰恰 杨阳阳 我问你 爸爸去哪儿的 整个的过程当中 你给爸爸打几分 给你自己打几分 你先给自己打分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给自己打 一百零八分 一百零八分 一百零八分怎么来的 零有纸啊 那八分怎么来的 一百零八分就是最高的分数 对不对 对啊 那爸爸打多少分 零分 你为什么爸爸要是零分 为什么爸爸要是零分 因为爸爸在里面是最矮的 好难过 这个节目没法做了 好难过 快快 回来 他幽霸一下 幽霸一下 杨威 杨威以为今天几个爸不在 他就是要从那个翻身了 你知道吗 逆袭 逆袭 结果直接被 结果没想到踩到底 杨阳一直捅到 杨阳一直 你怎么那么在乎身高的事情 那你看你跟 以后这节目咱们没法做了 那我想问你 你跟Jill跟那个Fayman比 不是你也不高吗 那你为什么可以打一百零八分 爸爸只能打零分啊 因为爸爸也不睡也不高 又不帅 又加乱了 又不帅 又不帅 而且我 而且我 何老师别问了行吗 那你告诉我 你爸爸又不高又不帅 那你爱不爱爸爸 爱 那这样我们来演啊 以后长大了就不要这样了 长大了不要以貌取人 你听到没有 爸爸这样你还爱我对不对 以后看到这个 其貌不扬啊 长得挺矮的 也要爱别人 因为他们往往 增长了很多真本事 对 我们问一下妈妈好了 妈妈其实一直在这个电视机前 就他们去某一站的时候 你就要在家里等 然后播出的时候又是一个等待和期待的过程 那这全部的下来之后 你想怎么要评价你的老公和你的孩子 我先说杨威吧 好的 好像五个月 别补刀啊 节目也录完了 然后杨威是从一个初级的爸爸 晋升为一个中级的爸爸 要补刀 然后 然后我也是从最初的这个特别担心 然后逐渐地变为了放心 然后在节目中呢 今天我特别想给杨威颁一个奖 有一个进步奖 爸爸进步奖 终于看到彩虹了 眠 眠洗澡 然后我会给他一个特别的奖励 可以让他三天不洗澡 因为他最爱的就是不洗澡上床睡觉 这一刀补的呀 这是补了一大刀 这一刀补一大刀 这个家没法过来 你看眼泪快出来了 那你应该很爱去录爸爸去哪儿吧 因为洗澡很困难啊 洗澡其实我每天都要洗澡 对对对 好 这是给杨威的一个鼓励啊 那说说杨阳阳 然后杨阳阳 这五个月下来 我觉得他真的是长大了 然后又长高了 在节目中呢 其实 他刚开始来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确实是一个害羞的小蜜蜂 现在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 补刀的狮子 不要 不要爸爸的小哥哥 所以在节目中呢 妈妈看到你的表现 然后特别特别为他骄傲 妈妈今天也给你颁颁一个奖好不好 好 是小小男子汉奖 希望你以后越来越棒好吗 好的 是这个吗 其实这个是 节目里的 看起来也有点长哦 这个纸 这个卡片是我特地 自己做的 制作 然后送给快乐大本营的 哦 哦 因为我特别想感谢快乐大本营 杨阳阳从一只小蜜蜂一直飞 飞到了爸爸去哪儿 然后也感谢这么多的观众朋友 她的起步从大本营里面 对对对对 蜜蜂的这造型的图片 大家好 我想闻到杨阳阳阳 我是狼的 你都不知道 华尔阳阳阳阳的 我真的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买过 没错 我 不要 是什么 你这是带保障的在哪儿呢 海浪 别搞我 你爬上 你因为你玩了 给 谢谢 别怕有我去 怎么样 然后后面还有一张空白的 最后一个我就希望 真的可以 以这样一个形式 封存在快乐大北营 以后等它长大了 然后再回来再看 贴上天上这个新的衣服 看看我们杨阳阳 会不断地成长到哪里 对不对 妈妈也是为长大了 再上大北营 做好了铺垫 对不对